主席,我們各位市長、局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先次長跟局長一起好不好 請葉次跟陳局長 謝謝你,謝謝主席 包委員你好 市長,剛才郭文森在說 當然是你一直在解釋說 大陸的台商他們的包機 這個時候剛好1月14號投票 1月2日就過年了 所以他們要連續買兩次的機票 所以你出來做一個平台 讓台商跟航空公司 能夠就票價的方面給優費折扣 這個你如果是選舉 我不從那方面跟你請教 我是說自己拜託 你也要做這個承諾 既然你認為台商要回來投票 要回來過年也是一個好事 航空部有義務去台南合作 我也拜託你下去 今天回去以後 馬上跟越南的跟泰國 那都幾十萬耶 我記得泰國去那邊參觀的時候 在泰國就差不多三十萬 越南差不多五十萬以上 有那麼多 所以你可以泰國 越南跟他用在一起 那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也希望有一個同樣的結果 讓泰國跟越南回來 也都半票嘛 這樣不夠公平 這樣就沒話說 這樣就沒話說了 這樣就來打破了 那你現在你跟他 我們來協調 集中在珠江三角周圍 人家說你這個位置算去買票嘛 政治買票把你的好意都扭曲了 所以你能不能答應我說 你回去下去 就馬上做事情 我們可以來協調 可以協調 我們來協調 你主動啦 對我主動來協調 你主動啦 你不要說我就去聯絡台商 我主動來協調 但是我要強調的就是說 當初我們整個協調 後來怎麼樣弄是由業者 跟那個台商他們自己協調 不要跟紀念說 這是你的技術嘛 不要你跟台北平做得不錯啊 台商越南台商泰國台商 拜託你努力了 好 謝謝你齁 那我現在再請教市長 這是一個觀念上的問題 那ETC到現在 已經裝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八 對不對 四十八嘛 差不多 到今年應該是到百分之六十 那是使用率 使用率嘛 使用率嘛 使用率 使用率 那你現在就是說 剛才李鋒忻的人問 我聽得很辛苦 你看 欸 童笛你遠傳啊 遠東你要加強喔 沒有必要負責嗎 術所無扯 真的是術所無扯 在基隆地方 它有八萬四千部 我們這四半的對象 八萬千部 你講的是ETEC是吧 ETEC加上原來的用戶 兩個合併總數 現在已經超過一半有裝機 裝機率超過百分之五十 那使用率 過戰使用率 單日的已經超過百分之七十 一週平均的已經達到百分之六十五 所以這個是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就才能這樣效果 你只是加人到台北這段 只要七點六點而已 是 因為這個是看民眾的反應 我的意思是說 你好啦 你照說 今年使用率一定要 這個 這個要達到百分之六十 沒有了 沒有達成 你也一再跟他 求證也一再說 要跟他罰款 他都不認識他 我要打市長 還要打我們局長 我要打你做一個建議 新加坡 日本 都國家自己處理 他們沒有委外 那我們自己為什麼一點秩序都沒有 沒有 一雙自己就沒有 這個國家本來就要做的工作 你一百分之餘了 你全面要按理成收費的時候 我們自己管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要 你像譬如說 以前那時候 你現在收費站那些人 現在你來做理成收費 那些人都沒有討論 你們可以把他納入 收歸進來 做行政協議來處理啊 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你現在遠傳 遠東 既然沒有達到我們合約的要求 他出銷掉嘛 這個企業上是可以的 你不要光說 我還要發 人家都不吵你 說得難聽就是這樣 你們自己要 自己要比較有機器 謝謝 謝謝委員 當初我們在評估各種辦法裡面 收歸國有也是其中一條選項 但是呢 我們最後選擇 暫時先不這樣子 盡可能不要這樣的 原因是呢 如果我們這個系統 收歸國有馬上要系統更換 整整的所有的繼承收費 這個目前的ETC 這一套系統要停止 可能有好幾年呢 要恢復人工收費 才能夠重新建置 所以我們才去Push 那個遠東呢 看他能不能呢 在現有的情況下呢 來解決這樣的方式 沒有啦 除了你如果說的 你標示你多少 因為一陣ETC倒地 是用紅外線 他跟這個 這微波 他我還跑到 奧地利去看到原廠 你說這是多少 這個只要你 認為遠東遠傳 已經沒有辦法 旅約把他取消的話 我們要做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收費的 那個 那個 我現在說不出來 你要來做那個裝置 非常簡單 那些都已經各國的營 都現成的 你只要買就有了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不要 我不要花時間在那邊 你們自己考慮看看 你不要到時候 讓老百姓 你不去的法度啊 使用你也不管 馬上又迫在免結 一百零二 又要按成所謂 我們沒有排除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沒有排除這個選項 我們這個是最後的一個備案 好啦 市長這樣回去 我先來談一個問題 因為 村長你覺得你工作太多 你如果要做 國道公路局的局長 要做工程局的局長 事情會不會太多 我覺得你怎麼做不成功 很不容易 你如果要做工程 我會知道 你怎麼做不成功 這個是因為 交通部有規劃 兩個局要配合 主改要整併 所以這樣做這樣 聽不懂自己的規劃 前天 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電視的畫面 一部 一部拖車 應該是不是 三十車 一個大貨車拖車 跟一部小客車 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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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拖到 那小貨車 比較敏捷 把他擋在前面 結果那個 那個大貨車 不敢送上去 一下子就扭到 這樣橫過來 那畫面 我就是要提醒 我不知道你有看不看 我要跟你說 我們國道裡面 你們看到 我們看到裡面設了電子看板 電子看板 你看這裡 塞到哪裡 幾點正 頭正 天氣壞 有沒有落後 通通去宣傳那個 你沒有把 入拳的觀念 順 在那個電子看板 也順便宣傳 而且 沒有在路捐的部分 不是路捐 那個安全島部分 把那個看板 多數幾塊 我沒得 要跟你說 我們的路關 我們現在有一個 非常台灣 一個世界大矛盾的地方 好 活道限速110公里 那是110公里 而且法律上已經非常明顯 捏車 捏車 捏車的車道是超車道 對不對 好 那中間呢 中間 是 我們的大客車 貨車 那個大大型車啊 它的時速可以開到100公里 中間可以這樣塞 所以你現在在 外面110公里 中間的車道 還在中間這個車道的時候啊 這個有很多小客車 就去擋到貨車跟客車 依的路線啊 所以我們中間的車道 我看你們在大灣輝報 應該都沒有提到這個事情 應該連中間車道的那個速度 都要宣傳 而且要取締 你如果超過100億啊 我就來你啊 因為你可能去擋到 擋到 擋到圖拉圈的 擋到國道客員的 結果你都沒有去選擇這部分 都給大家 我大貨車逼你小客車 小客車又不讓 我這邊100 我可以開這裡啊 法律沒有禁止啊 沒有宣傳啊 你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嗎 對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有跟公警局有開過會 就是如何來加強 類車車道占用 慢速車占用這種情況 來做取締 那在執法面上面 沒有沒有沒有 你這樣一下把問題就拆開了 你也知道已經在執法了 沒問題啦 中車中那條線 出問題出在那裡 中車到你現在從 台灣台灣 這個看板宣傳 從都沒有呢 你要宣傳 你中車道你哪 低於110公里 你看是要塞到我的車道 還是你要塞到快的 這我們可以檢討辦理 不是檢討 是要做啦 是檢討 這已經發生事情了 你們都不知道嘛 我已經在一再的提醒你們 這個是你們應該做的沒有做 而且中車道 中車道有一點喔 你可能也要宣傳 你哪是 你的小客車 還是自用車車 還是自用車車啊 低於100公里 低於100公里 你去影響到桃子 影響到這裡的客人 也是可以的 跟那個外車是一樣的 所以現在你們在看板方面喔 我就建議齁 在 底那個 現在 現在我們的安全島 那都有看喔 是 這個內車道是超車道 那有了啦 是 應該是改的這樣 內側車道 如果 如果 熟室 第一百 一百一十公里 你要塞中車道 還是外車道 但是中車道 你還要做一個宣傳看板 就是說 中車道 你如果熟室 第一百公里 騎你屬外車道 這樣就都清楚了啦 你要三條 三條的路權 統統一併 做一個宣傳 不然你現在只說 在內車車道 大家借來中 中我就不用你 卖你出身 我就蝙他了 車後就發生了 所以這個事情非常嚴重 幾乎每天 每一時 每一刻 都在發生的啦 因為我卖一旁 我也要花時間啊 我也要花時間 你可以踩一百 回八十 我就當後面 往後面 你不讓我 我就準備創你啊 文字要怎麼處理,我們要檢討一下 一定要列車道、中車道 要把他同時宣傳,講得非常清楚 你若塞卡板,唯一的 就是要100以下,最多的 因為CMS能放的字有限 我們要看怎麼樣才可以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你就分開嘛,你不要把所有的字要通在一個看板 有的看板是宣傳這個列車道的 有的看板是宣傳,中車道的 你把他分開,大家慢慢的就知道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